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很多人都相信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那么超能力父母会生出怎样的孩子呢 故事要从拥有着可以凝固时间拥有特异功能的伟哥聊起 伟哥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一般人 就是这样一个特异的身份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妻子林姐在这一家人中超能力比任何人都高一级 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但被特弓抓捕后生死未卜 伟哥带着女儿克洛伊过着父女相依为命的生活 克洛伊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孩子 他从出生开始 伟哥就严禁女儿踏出家门一步 仿佛屋外的世界充满了危险 如果被外人发现 他的生命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为了防止意外 他一直训练女儿做虚假的自我和家庭介绍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一定能永远陪在女儿身边 一天 门缝里突然传进来一本画册 克洛伊十分高兴地打来看看 画册上画着一辆雪糕车 上面售卖各种各样的彩色冰淇淋 克洛伊被冰淇淋诱惑得有些心动了 于是他从二楼的窗户望去 一辆彩色的雪糕车上 冒着彩色的泡泡停在路边 在冰淇淋的诱惑下 他用自己的意念控制了一个女孩 让他为自己买来了冰淇淋 而这位女孩正是自己对门的邻居小洪 当他接过小洪送来的冰淇淋时 面对违反规则的女儿 韦哥再次把他关进了小黑屋 早上 韦哥过来向女儿道歉 并答应女儿为他出去买冰淇淋 没过多久 克洛伊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当他诧异之时 爸爸浑身是血地跑了进来 然而 他并没有去理会这些 而是去查看了购物车 在发现爸爸没买冰淇淋后 非常生气地和爸爸大吵一架 之后 他趁爸爸昏睡过去时 偷偷溜出了门 此时 冰淇淋车上的张大爷 看到克洛伊后 便要求他上车参观 随后 他在车上告诉克洛伊 自己是他的外公 他还告知克洛伊 他的母亲并没有死 感觉自己被父亲欺骗的克洛伊 和父亲大吵起来 随后 克洛伊通过一则新闻得知 原来他们这种拥有超能力的异常人 早就遭受了人类的排斥 并且根据法律规定 所有的异常人都必须离开城市 前移到一个叫马多山的地方 而他们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 都算违法 如果被警察发现 就会将他们当场立命 晚上 克洛伊躺在床上 看着妈妈的相片 突然 衣橱里传来一阵哭泣声 他打开厨门一看 里面坐着一个长发女子 克洛伊上前 剥开女子的头发后 竟意外发现 这名女子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妈妈 而妈妈只是以意识的状态 陪伴在他的身边 这一晚 他开心地和妈妈在衣橱待了一晚 早上 克洛伊用自己的意念控制了父亲 自己则偷偷地跑出去找到了外公 外公说 这次要带他去找他的妈妈 但他却带着克洛伊 见了一名女特工 他谎称 克洛伊是一位被遗弃的怪胎 想借此去山上救自己的女儿 可克洛伊从小受父亲的教导 在陌生人面前 一定要假装是一个正常人 他开始背诵自己的假身份 女特工感觉到奇怪后 便下令逮捕了两人 危急时刻 外公用他的隐身超能力 带着克洛伊逃了出来 野孙良在回去的路上 伟哥突然出现 他气愤地上去 一把揪住张大爷的脖子 两人立刻消失不见 当他再次回来带克洛伊时 突然对面飞驰而来 重来一辆车 伟哥运用自己凝固时间的超能力 形成了一个时间气泡 救下了女儿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 他感觉到女儿不安全了 于是他想按照自己的计划 把女儿送到隔壁小红家 对方不但没接受 而且还举报了他 愤怒的克洛伊 运用自己的意念 让警察刺瞎了 小红妈妈的眼睛 又让警察自己举枪自尽 外公看到克洛伊 强大的超能力 立马让他去救自己的女儿 此时的妈妈就要被处死了 克洛伊先用意念 让医生自杀 然后又控制了一个保安 放出妈妈越狱 然而关键时刻 特务杀了过来 张大爷为了救克洛伊 壮烈牺牲 克洛伊看到眼前的一幕 愤怒的他 立马用自己的意念 杀死了特务 伟哥吩咐女儿继续救母亲 他则暂停了时间 为女人的营救争取机会 筋疲力尽的克洛伊 使用出最大的杀手键 在强大的声波传送下 大门缓缓打开 妈妈顺利地逃了出来 克洛伊却晕了过去 此时外面的军方 对他们发射了导弹 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关键时刻 伟哥抱着女儿 凭尽最后一丝力气 救下了他 自己领了盒饭 克洛伊走出了废墟 犹如超人一般的妈妈 也从天而降 她带着克洛伊 和对人类的愤恨 飞向了太空 也许那里 才有他们的安身之所吧 看完整部电影 小编也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拥有超能力 你最想做什么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